我一開始知道紅襪這個球隊是因為跟楊姬有深仇大恨 建民學長就是在楊姬滿多年 然後有對到紅襪就是每次都很精彩 電視都一定會播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才知道紅襪 其實他們是最後一個來測試我 然後測試完之後 我才知道他們出很高的價錢來簽我 很難去形容得開心高興 感謝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族 能夠讓我來到美國打球 小聯盟最苦的地方就是坐車客場的時候 我自己遇到低潮的時候 會覺得說又要坐七八個小時車程 就開始往負面的想法開始想 前面幾年都沒有很穩定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有沒有值不值得這樣的身價 所以開始懷疑自己 然後我以前比較害羞 一開始都不太敢講話 真的就是很怕做錯啦 可是我那個翻譯Micky 他之前就跟我講說 我應該要踏出那個圈圈 我應該要釋放 講錯就講錯沒有人會笑啊 我當時我才知道 真的要去這樣子才可以融入整個美國的生活 然後團隊的生活這樣子 然後融入一些跟隊友的互動這樣子 然後自從開始慢慢把自己的內心 不要封鎖起來的時候 就是踏出自己的圈圈 我才開始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感覺 中文字幕大學 也許有保證 中文字幕大學